在日本与COVID-19新型冠状病毒共存,由民谷屋入国管理局所呈现。 在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期间,我们应该如何度过日常生活? 民谷屋入国管理局现在正在为外国居民们提供有关的支持,并为您提供预防感染和改善医疗服务的信息。 COVID-19是由SARS-CoV-2病毒所引起的传染病,主要的症状包括发烧、核或咳嗽。 这种病毒通过液态颗粒和密切接触传播,无症状的患者也可能将病毒传给他人。 以限制COVID-19的传染,请注意以下的事项。 经常使用肥皂彻底地洗净手和手指、戴口罩、咳嗽或打喷嚏时用纸巾等遮掩口鼻, 避免三密、通风差的场所、人群聚集的密集场所、多数人接触的场所。 感染的风险会在以下的情况下增加,与大量的人长时间饮食。 没戴着口罩谈话,与他人在狭窄的空间里居住。 当您觉得自己可能感冒时,别上班或上学,避免外出。 每天测量和记录体温。 怀疑自己是否感染到COVID-19时,该怎么办? 别立即到医疗机构,请先联系呼叫中心。 0120-565-653 访问厚生劳动省的网站,以获取有关的信息。 www.covid19-info.jp 若您需要语言支持,请联系您当地的咨询中心。 明古屋入国管理局,与爱之县、静岗县、三重县、齐复县、富山县、石川县和福井县这七个县及明古屋、冰松市和静岗这三个城市的当地呼叫中心合作, 请访问外国居民日常生活支持门户,以获取全国当地呼叫中心的信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